警方借戶下身穿蓝色上衣枪杀 日本前首相安倍竞赛的嫌犯身上彻夜 准备移送检方时 两眼无神指示前方看不出来有任何回忆 随着警方两天下来的审讯 嫌犯有计划的犯案手法一步步曝光 山上彻夜也向警方共称 他其实请一提就带了枪 来到安倍的岗山演讲会场 只是现场虽然涌入了2300人 但每个人都要登记姓名和住址 被搜身还要检查随身物品 戒备森严下而放弃行动 自民党回头检查这场活动的名册 没有发现枪手的名字 怀疑他不是用化名登记 就是只在会场外徘徊 而警方在枪手家中搜出多把改造武器 其中包括刹伤力超强 拥有9个枪管的枪支 不过由于外形太过显眼 最终选择以两管 各可以击发6枚子弹的枪支 山上暗杀安倍的决心非常强烈 他疑似在耐凉现场 等候超过一个小时 而警方也从他的坐车 找到被他试射穿孔的木板 山上彻野犯案前谨慎的刑事作风 或许和他的学经历有关 根据日媒报道 因为传出他小时候品性优良还是学霸 不只喜欢静态的阅读 也积极参与户外活动 高中同学记忆中他常激动替棒球校队应援 看起来一切正常少年居然会变成杀人凶手 身份曝光后令周围亲友非常震惊 TVB的新闻 做不到 日本奈良民众在安倍晋三被枪杀地点附近铺设鲜花台 奉上鲜花及饮料 对于前首相离世难言悲痛 自民党的官方频道也以文字声明哀悼安倍 不少自民党的候选人还别上黑丝带追思 第26届的国会参议院选举10号照常举行 投票是台湾时间上午7点到晚上的7点 在周一凌晨揭晓票数 各党派将找逐125个席次 还有参议院124席改选 若能维持多数的席次 也让自民党的总裁岸田文雄位置更加稳固 因为接下来三年不再有选举 也让专家看好岸田有机会迎接黄金三年 而此次选的主要议题是修宪及通膨 安倍传输意外政治冲突会不会随之掀起 当然我们有政治和 ideologians的差异 但这不是必须关系到 religion等等 意思是因为它不像其他国家的一样 所以在日本 政治的关系统仍然是政治的关系 而它不再远 教授也预计会出现悼念投票潮 外交尤其低迷已久的日中关系会有什么转变 安倍是日本社会的右派的代表 安倍的去世一定会对日本的右派造成一个很大的打击 修改宪法的进程也势必会受到延缓 除了预测安倍推动修宪 纳入自卫队并增设紧急事态条款可能触交 辽宇大学教授李嘉诚更认为 安倍过世后 日本政府关于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的强硬言行 渴望弱化 对中日关系有益 相反的 因为少了牵线人 美日关系也会弱化 但大陆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石英宏有不同的看法 知名党内目前几乎在压倒多数的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都是强烈清美和强烈反华 所以特别在战略军事领域 特别在中日领土 我相信不会有任何重大的和经久的变化 相对于大陆学者的观察 台湾长期研究日本政治的国防院学者王尊彦则认为 日向岸田文雄五月会见美国总统拜登时的言论 已经透露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 也就是美日同盟有事的立场 再次得到公开确认 不会因为安倍晋三离世而改变 TV新闻张志明庄志伟综合报道